你好,有外送 外送2.0不只送餐 帮屋主缴水电费月薪6万 美食外送平台竞争越来越激烈 尤其在经过武汉肺炎疫情试炼后 发展越是蓬勃 据经济部统计处资料显示 全台餐饮业营业额 2018年4745亿 2019年来到8116亿 其中外送就占了5% 2018年237亿 2019年来到405亿 整整增加70% 如何抢到这块大饼 外送员的服务也就跟着升级 不只是送餐而已 2016年8月 从台北天母发迹的品牌 有外送为信义房屋子公司 主打生根社区经营 送餐不超过3公里 有别他家的陈缆制 他们是第一家走底薪制 想劳健保每天上班8小时 月修8天 我们的同事大概年龄都借于 在不过25到50岁之间 大部分男生居多 年薪破百万 曾当硬体工程师 十多年40岁的Vita 常熬夜赶Case 工作16小时 为了多点时间 陪伴孩子成长 三年前在朋友介绍下 加入有无外送 专职外送员的行列 手气百万年薪 旁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行行出状元嘛 对啊 每个人又每个人的想法 像我们是热爱自由的人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行业是适合的 现在看接单多寡 扣除机车损耗 油钱一个月最多可赚到6万 我们通常送餐的时间 大概维持在尖峰时间 就大概差不多11点到2点 离峰的时间 我们想要多赚点钱的 我们就可以继续跑单 就看每个人的人力 跟路线的熟悉度 为了提供离峰时间的运能 有无外送拓载业务 像离峰时间你也没事做啊 我给你固定底线 我其实有整天你看你没事情做 他会觉得说付这个成本 也是多花的啊 目前是营运新服务 替Waymo共享电动机车换电池 或帮母公司买卖的物件 搅水电瓦斯贝 我们的骑士真的是比较固定 比较稳定啊 你不能主动索取 但是如果客户真的要给你的话 我们是不禁止啊 除了一般送餐 业者也与北市社会局合作 送爱心餐给独居老人 由他们或子女出餐费 政府补贴运费 外送员谋得稳定的收入 业者也利用外送属性 真正落实到社区关怀 打造双赢的局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